27号本土确诊人数来到8822例 立委丘成员表示 针对儿童疫苗的施打与采购计划 卫福部应尽快公布 莫德纳儿童疫苗的副作用资料 和辉瑞BNT疫苗采购的时程 合约采购的技术 让家长参考做决定 第一个我们觉得就是说 认为这个疫苗的选择是一个人权 我们不是说莫德纳不好 但是在国际上 BNT确实还是大部分的国家在使用 那我想现在目前 陈志松部长虽然说BNT的疫苗 现在有在进行最后的采购 但是我们认为相关采购的过程 必须要透明 然后数量也要讲清楚 根据美国医学会 JAMA目前公布18到24岁 青年施打疫苗后 这个引发心肌炎的发生率 施打莫德纳的部分是 百万分之56.3 那施打BNT的疫苗是百万分52.4 那相对来讲莫德纳的几率是比BNT略高 那莫德纳的副作用强 而且尽量上是BNT的这个5倍 减半能比BNT的辉瑞的儿童疫苗高 用在儿童身上到底能不能承受 其实还有非常多家长有所疑虑 所以这个部分应该为服务要来讲清楚 说明白 再来就是针对这个BNT儿童疫苗的部分 我们知道上个月才销毁了一批BNT 那我们这个书客运算8000多亿 也编了300多亿到你城市都买疫苗 为什么每次要用到重要的疫苗的时候就不够 那你相关疫苗的采购政策进度是什么问题 为什么每次都碰到了这个 真的急需的时候就会不够 目前我们的陈部长 虽然松口5月初就会提供儿童接种莫德纳 至于BNT也说进入最后签约的阶段 但是这个最后阶段到底是多久 也要想去年的现在这个状况 常常政府也是信口开河 先设件再话吧 但是常常就是又用了很多的原因 告诉我们说这个BNT没有办法采购 那也没有办法公布时程 那这一次的合约到底采购的是多少量 花了多少预算 是不是可以请卫福部尽快的公布 我呼吁卫福部不要让6至11岁的孩童 施打疫苗没有选择权 另外学童若被匡列停课 配合三加四居家隔离政策调整后 四天自主防疫仍要人照顾 对拥有12岁以下孩子的双新家庭仍是难题 非常重要的是居隔三加四 其实这个对一个双新家庭来讲 还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 指挥中心日前宣布 居家隔离天数缩短为三加四 也就是三天居家隔离 四天自主防疫 大家可以在后面四天的自主防疫的一期外 来出去买 出去工作采买生活用品 但是学生却不能到校来上课 所以也就是说 学童若是被匡列停课 配合三加四居家隔离政策做调整之后 四天自主防疫无法到校 其实还是要人照顾 家长却因为没有隔离单 无法请领防疫补偿金 这部分对于拥有12岁以下的双新家庭 还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 这部分请政府要厘清清楚 所以延续这个问题 第三点我们要提到就是 防疫补偿金的补度 目前是不是还仍有缺口 照顾停课的学童 没有防疫补偿金的这个部分 不要让家长陷入无心 无法工作 没有补助的一个恶性循环的深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手版第一个 指挥中心日前宣布 每人每日发放1000元的防疫补偿金 截至昨日26号 全国有301所学校 采取全校的停课 955所学校采部分班级的停课 这代表全国有数万名的学童 有照顾的一个需求 然而如果孩子的学校进行的是 预防性的停课 而孩子完全没有接触过相关的确诊者 也就是学校自主的停课的话 就不会收到居隔单 所以这种情况下 家长跟孩子都没有办法符合 申请防疫补偿金的资格 也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去上班 因为学校的自主停课 家长必须要在家照顾小孩子 这会让家长陷入同时 没有薪水 没有办法工作 也没有办法申请防疫补偿金的 三书的一个状况 立委蔡碧如则指出 目前儿童不只缺乏疫苗保护 也缺乏适用的治疗药物 这儿童如果得了新冠肺炎之后 他缺少疫苗的保护 但是也缺少可以适用的药物治疗 是目前临床上面的指引 对于一些新冠肺炎的药物的使用 大部分都是使用在成人年 都是在大人 而且都是在12岁到18岁以上 那对儿童来讲 确实是临床上面的 感染的临床指引上面的 中重度的一个用药 比如说一些类固醇 或者是一些目前的 单株抗体或者瑞德西韦 还有目前要进来的一些 非瑞德口服药跟莫砂冻 这些都是缺乏 其实都在12岁到18岁以上 那缺乏12岁以下的一些指引 甚至类固醇一些什么 其他的学名叫做Stelol 就类固醇这样的药物 其实在临床上面 他都会直接讲说 没有临床的实验 证明18岁以下 是有达到同样的效果 所以在一个 儿童来讲缺疫苗 然后又没有一个 有效的药物的 指引的情况之下 其实还是会造成 很大的恐慌 民众党团呼吁政府 应该建构更完善的 儿童防疫防护网 才能让冲击降到最低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好 好 好